Hello 大家好 我是文笔 时间过得可真快 已经十月中旬了 马上万圣节就要来了 而且一系列的节日都要来了 但是姐妹们你们知道吗 我们马上就有一场应战要战了 就是要跟这些彩妆品牌应战 这些彩妆品牌们可没想轻易放过我们手中的钱包啊 I mean 钱包里的钱 各种礼盒 套装 limited edition都陆陆续续的上架了 所以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些套盒 哪些值得我们入手 哪些超值 还有哪些就是我们下次再入手 因为钱包里的钱不够啊 如果对这支视频感兴趣的话 那我就Let's go 今天看着我今天这个妆容有点夸张啊 我就想今天拍视频嘛 那妆容就可以多变一点 也对得起我买的这些眼影啊 我电脑放在这了 我就一边看一边跟大家聊 首先先从Sephora的网站开始 Sephora第一要推荐的套装呢 就是Sephora Favorite Makeup Superstar Set 这个Makeup Superstar去年我买了 我在一起Sephora开箱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了 我买到的就是这个化妆袋 大概是52刀 其中有两个唇部产品 一个是Huda Beauty的这个唇釉 还有一个是Anastasia的这个唇蜜 It Cosmetics的一个睫毛膏 Cover FX的一个liquid highlight露 一把走伊瓦的刷子 Benefit的一个primer 最后是一个by cut的一个高光是shamping pop 然后我找不到了 我就拿一个大概长这样子的 去年呢是我刚才介绍这一套 就一共7样产品是52刀 今年一共有9样产品 然后是60刀 我觉得也非常的值 其中里面呢有两个产品是Full Size 一个是Huda Beauty的一个唇釉 还有一个Tarte的睫毛膏 其他的产品一个是Mark Jacobs的眼线笔 还有一个斜角刷 这个斜角刷可以当做画眼线或者画眉毛 然后还有一个Sephora自己的眼唇卸妆液 一样有一个Benefit的primer 一个brow gel 还有一个散粉 最后一个是Bronzer Stick 然后这里面一共是两个正装 一共60刀 我觉得真的超值好吗 有9样产品 你想尝试Sephora他们家这些明星产品的话 我真的推荐你去买这个set 太划算了 那Sephora第二个套盒呢 是Give Me Some Nude Lip Set 然后还有一个是Give Me Some Bold Lip Set 就这两个都是唇彩系列的 然后一个是颜色偏Nude 一个颜色是偏红啊 偏深一点的 Nude Lip这个Sephora一共是五样产品 42刀 其中里面呢有两个Full Size 我觉得也是挺划算的 Bold Lip Set呢 它是也是有五个产品 其中呢有一个是润唇膏 然后剩下两个是Full Size 看你喜欢哪一种色系了 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入 如果你就是想收藏唇部产品 或者你非常喜欢唇部的这些唇彩唇膏这样 我觉得你就可以入这两其中一个Set 那接下来是Fenty Beauty他们家的Bomb Baby Mini Lip and Face Set 这个Set就是一个唇蜜一个高光 这个唇蜜是他们家卖的最好的那个Bling Bling的那个唇蜜 然后我非常想入这一套 然后它这个高光呢也是那种偏浅色的香槟色 也是比较适合大部分人的 然后是Fenty Beauty他们家最新的五个Lip Gloss的一个Set 然后这个Set我觉得它这些Lip Gloss都超好看 就这些颜色我觉得除了最深的那个颜色 其他的都比较日常 它在这个Lip Gloss呢 里面都是有很多Shimmer在里面的 就是特别好看 就是那种嘟嘟唇juicy的感觉 然后是Safir他们家一个Skin Care Kit 这个套盒里面呢都是不睡保湿清洁类的产品 一共10样产品是56道 哇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值啊 它的清洁类产品的大多都是面膜状的 我也挺想入这一个套装的 我觉得这个不错 接下来是BECCA家的一些套装 这个套装才25道 一共有三样产品 两个是Primer 然后有一个是Ander Eye Brightening Corrector 如果你想尝试BECCA他们家装前的这个产品的话 我觉得这25道三样产品真的很值 这两个Primer呢都是各15毫升 都还算挺大值的 可以用很久 下一个Set也是BECCA他们家的三样产品 一共是43道 其中呢有两个也是Primer类的 然后有一个是高光 它其中一个Primer是可以提亮 有提亮效果的 还有这个小套装我也觉得非常的值 是First Eye Beauty他们家的 然后有两个产品 一共19道 其中有一个是Cleancer 一个是Moisturizer 一个是底妆之前保湿的产品 一个是清洁类的 Cleancer要56.7克 很大一支 Moisturizer呢要9.5克 将近10克 我觉得这个Size也是OK的 如果你想尝试他们家产品 这个套装简直太好了 也是First Eye Beauty他们家的是21道 有两个产品 一个是修复面霜 然后另外一个是修复唇部的一个产品 然后这个面霜呢要56.7克也是很大 唇部产品要7.4毫升 哇塞我觉得这两个小套装都超值 接下来就是澳洲MECA的这个网站 怎么能错过MECA呢 对MECA它也上了一系列的小套装小组合 首先呢是Too Faced他们家的 Too Faced他们家这个set我觉得也是超值 一共有4样产品 75刀 那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一个是眼影盘 一个是腮红盘 还有一个是高光修容盘 那眼影盘里面呢一共有19个眼影 腮红盘呢有4个颜色 高光修容呢就是各一个颜色 再加上他们家非常出名的 Better Than Sex的睫毛膏 哇我觉得这个组合也是好值啊 75刀 然后眼影呢这些颜色我觉得还是挺实用的 其中有两个偏蓝色调的 然后还有一个有点银色的glitter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可能稍微有点不太实用 但是其他的颜色都非常的实用 都是棕色系啊 有点偏红的 然后腮红呢也是有4个不同的颜色 有偏橘色偏粉色 还有偏深一点的莓果色这样 我觉得大体来说还是比较实用的 那下一个set呢我也觉得非常喜欢 是Too Faced他们家的Lip Gloss Set 一共是4支Lip Gloss 每一个Lip Gloss包装都不一样 而且非常有节日气氛特别好看 我去年入了他们家4支姜饼人系列的唇有 每一个颜色都很好看 那这次他们家又出了这种Lip Gloss 我也觉得非常好看 哎也非常享入啊 那他这4支Lip Gloss呢一共是38刀 要比刚才Fenty Beauty他们家的要便宜好多 那最后一个呢也是Too Faced他们家的一个set 它这个包装非常的特别 是一个有点像姜饼人披萨的感觉 然后它打开以后呢是五角形状的 然后里面呢大部分都是盐盐 然后再加上五个腮红 其中一个有点深我觉得应该是Bronzer吧 我觉得这一盘的颜色都非常实用 其中有一个颜色是偏绿色的 所以这个颜色可能有点跳 剩下的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 哦其中还有一个紫色 今天我这个紫色怎么样 腮红呢也非常的日常 没有很跳的颜色 而且这一大盘才67刀 我也觉得挺合适的 接下来是NARS他们家的这个套盒 他们节日系列的这个新的Limited Edition 其中是一个红色包装的甲彩盘和蓝色的甲彩盘 这两个盘呢都是三个颜色64刀 包括高光腮红 每一盘腮红里面有两个颜色 那其中一个是偏暖色调 一个是偏冷色调的 NARS他们家的常态盘呢 是75刀三个颜色 一个高光 一个腮红 一个修容 那这个包装就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最新的这个Limited Edition 它的包装特别好看 全是星星 然后bling bling的特好看 它腮红上面的压纹呢 也都是星星 特别可爱 这个盘它要64刀 常态盘的要75刀 我觉得你很期待NARS他们家的甲彩盘的话 你真的可以入它这次的限量款 还有一个mini set 也是NARS他们家的 Lip Pencil跟一个Lip Gloss 然后现在呢 只剩下红色系的这个组合 一共是34刀 没有尝试过NARS他们家 纯步产品的 我觉得你可以入这一套 34刀 然后两个产品 还挺值得 接下来想跟大家推荐 是Tart官网上面的产品 Tart官网呢 他们家经常有打折 经常有折扣 产品呢 要比Sephora的要多很多 然后这次 他们家也出了好几个set 我觉得哇塞这太值了吧 第一个set是Gift & Glam Collector Set 然后这个set一共有四盘眼影盘 每一盘里面都有附赠一个腮红 或者高光 或者修容 还有一个偏金色的 一个Lip Gloss 还有一只小的睫毛膏 这四个盘 我觉得真的是超好看的 它每一盘的其中一颗颜色呢 都是有点像大理石花纹的那种压纹 然后其中一盘呢 是偏蓝色灰色调的 这个可能不太实用 但是节日嘛 就是节日气氛嘛 大家可以画一些有变化的妆容啊 然后其他的颜色 一个是橘色调 一个是大地色调 还有一个是粉紫色调的 我觉得这都挺实用的 Lip Gloss呢 是金色的 这个所有肤色 我觉得都可以涂 接下来这个set呢 包装比较特别 然后它这是夹彩盘 有高光跟腮红 它这个产品名字叫 9 ways to shine cheek 9颗颜色 一共58刀 也是还挺划算的 接下来也是他们家 加一个眼影盘组合 24颗眼影 加一个双头的刷子 再加一个眼线笔 跟一个睫毛膏 这个set呢 是85刀 我觉得它这一组的眼影盘呢 这些眼影的颜色 都挺好看的 Shimmer还有glider 都特别的亮 哇 我觉得好好看 哦 这个紫色也是好好看 那去年呢 我在他们家也入了一个set 大概也是85刀 然后是长这样的 它里面呢 这一些全部是眼影 然后这一边呢 有两个bronzer 两个腮红 然后一个膏光 然后这边还有 这边有一个眼线笔 一个睫毛膏 还有一个唇彩 这么多东西 也大概才80多刀 有没有很值 我觉得他们家真的很良心啊 居然给这么多产品 才80多刀 在它家官网下单呢 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经常有折扣 就是不一样的折扣 没准是free shipping 没准是50% off 在我刚刚打开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它居然有一个轮盘 让我去玩 就是没准有10% off 或者free shipping 它会给你coupon code 在你下单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输入进去 然后你就有折扣啦 接下来这个set呢 哇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值 8样产品 75刀 其中呢 有两盘眼影 腮红盘 然后有两把刷子 两个睫毛膏 还有两个lip gloss 这两盘眼影呢 都是非常非常实用 非常日常的颜色 腮红跟高光 也一点都不夸张 lip gloss呢 也是 就是日常涂的颜色 居然还有两把刷子 我觉得这两把刷子 也是挺不错的 都是眼影刷 一个是blending brush 一个是小一点的 这个brush 还有一个他们家的这个set呢 我也觉得特别的划算 就是这种秋冬的 酒红色系的眼影 跟深一点的腮红高光盘 整体呢 是比较偏秋冬的颜色 然后还有一只双头的刷子 一个是腮红刷 一个是眼影blending brush 其中呢 还有一个他们家的睫毛膏 这个睫毛膏是这种金色包装 我觉得特别好看 这个size呢 要76刀 值 买吧 OK 买吧 他们家接下来这个size呢 是四个眼影膏 这个眼影膏都是贼量的那种 有一个偏橘色 然后有一个偏草莓红色 还一个是偏僵果紫色 还一个是提亮色 就是那种有点香槟粉的提亮色 如果你喜欢眼影膏这类的眼影产品的话 我觉得这一个组合也非常不错 四颗37刀 它的妆效呢 都是比较有金属光泽的那种 Tar他们家呢 最近他们出了lipgloss 它这个包装好特别 是那种好多切面 好像钻石一样的包装 这个lipgloss呢 四只要43刀 哇 这个每一个都好闪哦 里面也是有好多shamer的这种 Fenty Beauty Too Faced 还有Tarte 我觉得你可以择一选择一个lipgloss set 就够了 别都买了 lipgloss真的根本用不完的 大家知道澳洲David Jones跟Mayer 他们每年节日都会出好多好多套盒 那我们先看David Jones他们家的这些套盒 那首先是Kyos他们家的一个set 是四样产品 95刀 主要是他们家的Ultra Facial Favorites这个系列的 然后有他们家最出名的这个面霜 保湿面霜 这个Facial Cream非常好用 我用过 还有一个150毫升的cleanser 还有一个250毫升的toner 还有一个75毫升的 这应该是一个body lotion吧 如果你从来没尝试过Kyos他们家的产品呢 我觉得这一套套装非常的适合 95刀呢 有四样产品你可以去尝试 也不用担心用不完 还有Kyos他们家这个最新的19年的这个set 里面呢有三个mask的产品 一个是125毫升的清洁面膜 还有一个150毫升的hydration mask 还有一个是ginger leaf mask 然后是一个香水的set 是Mark Jacobs家的69刀 三支这种随身携带的这种香水 每一支呢是10毫升 我觉得这种小包装真的非常适合 就是你没有尝试过他们家产品 但是非常想去试试 你就可以先从这种套装买起 然后是clinic他们家的四样产品 75刀 这个set我觉得也是挺划算的 它这个系列是水磁场那个系列 就是浅粉色包装的 其中是一个mask 一个spray 还有一个是moisturizer 还有一个是眼霜 还有一个是clinic他们家的彩妆系列 这个set呢一共是五样产品 一个高光棒 一盒眼影 眼影呢有三个颜色 棕色的眼线笔 还有一个睫毛膏 还有一个lip gloss 五样产品才74刀 天哪 如果你想尝试clinic他们家彩妆系列的话 这个套装太值了吧 而且这每一支呢都不是很大的那种 就是不会担心真的用不完 接下来呢是meyer他们家的一个Dior的一个capture use set 一共呢有三样产品 还有一个化妆包 那这三样产品加一个化妆包呢 一共是162刀 一个是serum 一个是resurfacing water 还有一个是cream cream跟water呢都是50毫升 那serum呢是7毫升 哇我觉得这个套装也挺值的啊 这是Dior的skincare line 然后是亚诗兰黛的小套装 这里面呢有四样产品 小棕瓶精华呢是50毫升 这个是full size 小棕瓶eye cream呢是5毫升 还有一个洁面是30毫升 还有一个小面霜呢是15毫升 这四个产品一共是162刀 如果你没尝试过亚诗兰黛他们家的产品的话 这个set我觉得你可以入 meyer他们家呢还上了很多香水套装 还有好多其他牌子的套装 大家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他网站去看看 今天所有跟大家建议的这些礼盒啊套装的这些link 我都会写在description box里面 大家要去查看呢 因为现在才十月中旬嘛 所以那些礼盒肯定又还有好多没有上 之后如果有哪些我感兴趣的礼盒啊套装什么的 我会再出一个建议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麻烦帮我点个赞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